首先我非常地荣幸能够参与 那么我当然希望我们中国电影继续发光发亮 确实这几年我们的电影无论在票房 在世界的影响力都越来越好 那么希望透过这次西安的四周之路国际电影节 能够凝聚所有的电影人 为咱们中国的电影继续再迈进一步 无论是外语片也好 咱们自己的片也好 我希望就是以质量为主 不仅是给观众惊喜 也就是自我挑战 观众也可以从我的电影看到 孙子丹的每一次电影的有一些变化 有一些创新 当然里面的内容也必须要非常符合 我自己拍戏的一些原则 爱家庭爱爱我民族的一些元素里面 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些元素 必须要在我电影里出现 很多年前其实我在西安待过两个多月吧 作为就是打工的身份去了一个酒店 那个酒店还记得叫什么名字 金花酒店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钢琴 那么我从小都会一点点钢琴 在那个酒店谈了将近三个星期吧 每天晚上享受了这个免费的自助餐 是对我人生非常深刻的一个回忆 加上我很喜欢吃面 我还记得我去西安的时候 大家跟我说西安有敲过一千种的面 多棒 大概两年前 带家人去大唐布业城 第一次去的时候 真的给我太大的惊喜 我每一次见到一些外国的朋友 我都跟他们说 你必须要去西安 你必须要去大唐布业城 这一次有机会 我也再去逛一下